我是王志忠 通常都會叫Chichung's Choice 因為這個節目名字在新台903很多年 來導者都忘記了幾年 當然很多朋友、聽眾都會叫我志忠多 想做DJ是因為很小時候 聽新台那時候應該是六啼本年代 覺得整個陣營或者家庭的感覺 那種創意、流行的魅力 有時候也會很好笑 同時聽音樂也有很多元的選擇 我覺得那是我一個西西哥留下的種子 很小的時候我一定是隨身聽 因為小時候住的空間不太大 那時候也是從Hing Walkman開始 開始有混合片 那些好朋友要錄給我聽 然後到另一個階段 開始有唱片的經驗 開始有在做電台的時候 可以接觸一個 那時候覺得是一個無限的世界 因為那時候電台的Library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大海 隨時可以借這些 然後一搭黑膠 然後不斷去聽 然後不斷去選歌做節目 然後再另一個階段 當然是數碼化年代 那個就是一個更加無限大的世界 所以在這些不同的經驗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很幸福的一代 就是我們可以很擁抱 擁有所有這些不同的制式 有實體 黑膠 劇集 到後來CD 到數碼 4L MP3等等 第一個影響我聽音樂的世界 應該是Beatles 我小時候聽《Neliby》 劇集大一年代的時候 那種感驗力和感動力 特別是那首歌 令到我覺得 什麼是愛 什麼是音樂 甚至乎 什麼是潮流 什麼是形仔 Beatles 基本上是解答我很多時候 雖然很小時候 我應該是小學四年級 但我已經有很多問題 而他們是帶給我很多衝擊 所以我都不能不想 不選擇 他們作為我第一個選擇 還有這首歌 叫《All You Need Is Love》 因為我覺得 披頭四所代表的 就是一種愛 一份愛 而這首歌 也是在當時很重要 他們是很前衛 因為他們在BBC的Studio 聘請了Orchestra 也是做了一個衛星直播 給全世界 你想想 一首歌 有一隊樂隊 有管營樂團 還有一個世界的發表 要同意你現在有一首歌 按一個按鈕 分享給所有社交平台 它是早了我們五六十年做這件事 而那個訊息 都是到現在 我想到什麼時候 有人 甚至乎只剩下一個人 在荒島上 更加要想這首歌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The Beatles》 David Bowie 沒得不選擇 而選擇他 又和我自己 很有發生物質關係的 就是這一首 叫《沙納天地》的歌 帶來的是一個 這個《Clear Vinyl》 叫做《透明膠白》 其實也有一張七吋的膠碟 他推出這張大碟的時候 我跟他做了一個電話訪問 我準備了題目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期 剛剛回歸前幾個月 我就在想 David Bowie 每個人都會問他 可能很相同的問題 但我就在想 怎麼可以突出我的訪問 或者我有什麼最想知道的 或者最想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 香港快要回歸 從英國回歸回到中國 你會不會考慮唱中文歌 就是一條這樣的問題 結果在那個二十分鐘的訪問 《Good Idea》 接著就 找哪個填詞好 哪首歌好 國語好 還是廣東話好 然後就拿了我的電話 結果真的找林直田 然後就選了一首《Seven Years in Tibet》 曾經是小說改編做電影的一個作品 後來就成為了這件事 接著這個選擇就是電影的聲音 這首歌曲 在今年奧斯卡都有獲獎 這個意大利電影 就是《Call Me By Your Name》 最精彩的是 他找了一個美國的Single Songwriter 做了幾首歌 哇 藍膠 其中一首就是《Mistory of Love》 還有一首就是《Visions of Gideon》 除了有這個發燒版的重磅 因為如果踢黑膠其實也有分別 180g 重磅得來 又會是令到那個聲質又會更加漂亮 有時候我不是說終極地追求 但如果有時候可以擁有好種抱就試試 都是關於音樂的書 這本書叫做《音樂使人得自由》 其實就是《版本龍一》的一本《自傳》 也是他口述的歷史 是有一個作家幫他寫出來的 看了也覺得是得到很多啟發性 就是在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很想做DJ才算 或者我聽到這些 或者間接認識到這些 音樂人的藝術成份 但有機會透過訪問 或者透過一些接觸之後 可以跟他交到朋友 可以跟他談心交心的時候 甚至有些音樂的合作 我覺得這些都是 你怎麼都想不到的夢想成真 小確幸還是小號話 低調車話 真的很低調 其實是一個 膠的電器 這個電器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個流動的黑膠唱盤 好啊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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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